回想刚刚的攻击还不停喘着气 对那次刻遭俄军飞弹轰炸 造成两人受伤 乌克兰军队展开反攻 但速度似乎不如预期 总统泽伦斯基坦诚需要更多时间 盟友积极讨论战或重建 而乌克兰军队正忙着猛烈攻击 让俄罗斯感到疲乏 瞄准弹药库的确能重创敌军 但普丁不是泛反之辈 面对军校毕业生们提出杀手舰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 可搭载10枚以上的核弹头为力惊人 开战以来核武威胁步步进逼 普丁侠核武以贺阻北约 让这场仗更加难以预料 三里新闻 伤部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